大家好,这有一篇文章非常好 这个正好也有人给播讲一下 讲的是仇外种族主义 两头尖的剑 这篇文章请好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大家 仇外种族主义 两头尖的剑 中英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官府对西洋文明的态度 一直分为鹰派和鸽派 直至今天也没有多少改变 鹰派仇视排斥西方的一切东西 把西洋文明视为洪水猛兽 认定西方亡我之心不死 所以逢西必反 人的世界只要是反西方的势力 哪怕明知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毒蛇 也要主动靠上去 与之套近乎玩联手 很多鹰派政客 因为思想与现实相差太远 在后期陷入严重的人格分裂 堕落为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一边在民众面前慷慨激昂 谴责万恶的帝国主义 一边把子女和财产 往那些万恶的帝国主义国家送 鸽派能较为客观 正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 认为中国有学习西洋文明的必要 但鸽派的学习一样只限于器物层面 主张借鉴西方的先进技术来为自家的特权专制统治服务 延长特权阶层的统治寿命 对于西洋文化的精神内涵 尤其是权力为民和把官员装进笼子的文明内核 则视为邪怒 坚决抵制 和鹰派的态度高度一致 林则徐是大中国对外政策的鹰派祖师爷 他对中国近代文明的最大伤害 是在民族性格深层 种植了仇外种族主义 这柄害人又害己的两头尖的剑 林则徐是一个深信民心可用的政客 是运动民众为自己的统治目标服务的高手 林则徐对帝国内政腐败 有较为清醒的认识 深知道光年间的帝国军队腐朽不堪 肌弱不振 主要特长是扰民和捞钱 战斗力则是宣传出来的 真正到了战场则丑态百出 林则徐在主政广州期间 对帝国正规军的战斗力 严重缺乏自信 认为这支军纪败坏 只对让我民捞钱感兴趣的 八旗绿营子的兵 在未来对应战争中无必胜把握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 林则徐想起了人民战争 认为有限度的武装人民 让人民在中英战争期间 配合正规军袭扰英国鬼子 让外国侵略者在战场上 感受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把他们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那样中国军队就可不战而胜了 中国平民和为官家服务的军队 从来都不是一条心的 这支和平时期 擅长玩强盗把戏 战时又好乌梁为盗 那无辜良民人头林上的八旗绿营兵 常被人民骂为杀千刀的杂种 要向人民能自觉付出生命财产的代价 为这样的军队玩命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唯一的策略就是在人民面前杜撰出 一个比帝国军队恐怖百倍的万恶假想敌 人民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量下 暂时和害民的军队结盟 来对付那个万恶假想敌 把外国鬼子宣传成万恶假想敌太容易了 中国平民没机会见到外国人 就算偶尔碰见了 也因语言不通无法交流 红胡子蓝眼睛的外国人 又容易给黄皮肤中国人带来最大限度的视觉不快 宣传外国人的万恶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宣传外国人的邪恶野蛮 无耻毒辣 比传说中吃人的魔鬼还可恨 外国人那份出格的长相 也很容易让中国人联想起魔鬼形象 二是宣传外国人来违华 抢中国人的饭碗 把中国人的钱都赚走了 中国人民的贫困和苦难 就是外国人造成的 只要把外国人赶走 中国人民就能风衣足食 从此过上好日子 真相则是 专制暴政才是中国人民的苦难之根 平民百姓的财富 都是本国的贪官恶利掠夺走的 中国平民没机会见到外国人 外国人又不会中国化 无法自我辩解 所以林则徐在中国平民面前 宣传的外国人丑恶形象 就成了一面之词 一面之词重复三次 就是真理 当外国人万恶的一面之词 在平民百姓耳中 重复百次千次后 小民就会自然对外国人 形成不可领域的深仇大恨 那是一种宁愿与豺狼毒蛇结盟 也要除之而后快的深仇大恨 林则徐是从事政治宣传的天才 他前来广州没几个月 就让当地平民大众 谈起先前不怎么关注的外国人 就恨不能拾起肉 倾其皮 这就好比一个长期靠巫术治病的森林部落 有一天来了一个真正的医生 他能挽救很多本来必死的病人的生命 可长期靠巫术谋取暴力的巫师 却指控那个有志救死扶伤的医生 是企图吃人肉喝人血的魔鬼 结果部落人民争先恐后 用石块来对付他 近代中华民族和西洋文明的冲突 就很像上述那个森林部落与医生的冲突 林子徐发明的人民战争 在鸦片战争期间虽然没有起到什么正面作用 但他在民族性格深层种植下的仇外情结 则成为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绊脚石 对中国现代文明的伤害超过所有贪官污吏的总和 中华民族在近现代野蛮落后 并且经常玩大倒退的主要根源有两个 一个是官僚主义 一个是仇外情结 中华民族本来就有盲目排外的历史土壤 中国内地市民张口闭口外地人就是典型症状 林泽徐种下的仇外情结很快开花结果 1841年5月 英军在广州战役中打败一山的抗营兵团后 一群散兵游泳前往广州城北的三元里找消遣 军队在一国作战时最为困难的是维持军纪 想让本国军人对付敌对一族 像对待本国人民一样秋毫无犯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制止军队抢劫一族民财也许还不是最困难的 最困难的是那些脱离大部队的散兵游泳 在荷尔蒙分泌旺盛的情况下 看到一族的漂亮姑娘少妇载铁的军纪也很难起作用 英国远征军里有很多印度籍士兵 他们身上虽然穿着文明国家的服装 但骨子深层还是野蛮人 到了三元里后自然免不了偷鸡摸狗 见了漂亮姑娘少妇也容易受信富盟 对红胡子洋人横入骨髓 并且武装起来的当地民兵 不严而同把这帮顽强劫强奸的龟孙子包围起来 并且打死了十多人 剩下的暴头鼠窜逃命 三元里民兵干得漂亮 中国人民面对强暴就该这么玩 但接下来人民就玩得有点出格了 英国军人命很金贵 被中国民众打死十多人可不是件小事 随后发生的厦门周山等大型战役 英军也就死区区两人 但因为是英国军人违反军纪在先 英国军队并没有像百年后清华日本鬼子那样 对三元里平民实施大规模血清报复 但得胜的三元里人民却不依不饶 接下来的十多天 广州市郊十江百岁的民兵行动起来 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围攻英军运动 面对连帝国庞大正规军都一触即溃的野战炮 划糖枪和现代化战术 用农具和少量刀剑武装起来 又没经过任何战阵训练的广州民兵 胜利的希望自然等于复数 一经接战必演变成为一场血腥大屠杀 一场百分百的自杀性进攻 再说换了六百万银元 从英国军队手中数百回来的广州城 一旦中方违反了休战协定重启战端 平民在付出巨大的自杀性伤亡后 接下来广州城也必沦陷敌手 英国军队和俄国日本军队不同 俄日军队在中国不分军民 对平民的屠杀野蛮残酷 俄国军队在东北海岸炮制造的 针对中国平民大屠杀举世震惊 但英国军队在异国战场上奉行军民有别 对异国军队打击力很强 但对异国平民百姓则长存侧隐之心 当英国军队驻守的炮台被广州民兵包围时 英国人并没有马上用大炮来回答 而是先做出外交努力 命令中国官员说服围攻